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Esther心灵分享 我在Esther的生活分享的时候 讲过这些小的慶 有些人叫众伯伯和慶 有什么用 其实我们所有的物件 无论是一个杯 你的梳化 你的床 你的墙子 它是会记录所有我们的说话 所以没什么家庭没有骂过交 如果你有的话 那就恭喜你 你家里没有骂过交 但大部分家庭都会难免 妈妈会骂子女 老婆会骂老公 老公会骂老婆 然后两夫妻又可能对她老爷 奶奶 外父爱母有什么不满意 然后过了枕头座 变成了房子长久以来 就会累积了很多的泪气 很多的不开心东西 勾心斗角 口是心非 所以你看到一些很宅宅 有些人在家里 你走进去 你已经想走 特别我 是对一些 Energy很敏感的人来说 有些家里 一天我已经想走 又反过去 有些人来探望我 你都不用指望 因为你的能量也不好 你无谓了 好了 这个就是那个慶 我再说一次 如何使用 很简单 就是你家里没有人的时候 这个慶 哪里买呢 长哥的六野林 也可以买 然后跟着我的好朋友 亦都是相聚的秘访嘉宾 MADA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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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了 MADALENA 她本室也能买 这个妙街也能买 这样 你追求没有人的时候 在家里 就可以去叮一下你的梳化 我的猫 我的猫 看着我 我突然没听过这种声 那就可以叮一下你的床 你的厕所 你的家里的每个角度 或者有老人家的话 老人家走开去喝茶 下街神运的时候 你也可以叮一下床 叮一下房 那你如何选择这个慶 你如何选择 你如何选择 我选择 就是选择一个你选择的声音 例如小一点的声音 通常会尖一点 尖一点的声音 通常是用来凌晨 就是用来 你眼睡了 一叮醒了 是不是 还有是用来 用来整醒自己 或者用来做培训 做冥想 然后圆了都会叮一叮 好 然后越是大 那些是越是深沉 和越是用来定神的 譬如有些很大 像一个碗那样 我呢 就有时来不耐 现在没有了 以前 来不耐 我会突然间 那个脑想事想到 发到上了公路 完全停不下来 然后那个脑是 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 是想事想到 发到停不下来 是很辛苦的 人会爆炸 会瘋 然后长哥 不是我朋友 就用一个很大的钢 这样套着我头 然后有个很大的 就不是这麽小的 但是很多人有个圆头 然后就 砰 然后我整个人 都剩下了 哇 好舒服 那 就不要说 有没有什么冤痴债猪 那些东西 现在又不太晚 7点多钟而已 但是我们不说这些东西 那 然后多久做一次 你喜欢 一个礼拜一次 两三天一次 一天一次 视乎你那个方便程度 还有你有多空 好吗 好了 那这个就是这样用的 那今天说什么呢 除了 其实我不是想说兴奋的 那其实我想说 那 我不是说上次 我买了这个小礼物的 给你看一下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就是二千多元 二千三十元 左右 那它自己本身 里面是有水晶 还有它是有很多 在科学的角度 是有很多 带很多正能量的 带财运 前面写字 769 769 不是759 哈哈 那它呢 就是带人员 带财运 带这个 事业运 是这样的 那我呢 另外呢 上个星期上堂 星期日上堂 就在这个Quantum Touch Lisa和Rimman那里 买了这个 看看能不能拍到 似乎都可以 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这样 然后后面呢 就写着 Quantum Touch 那这个也是 招财 招好运 那你可能要觉得 Esterly 你什么人啊 身心灵和 又说 信了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所有的物件呢 是有能量的 还有所有的物件呢 它是有个记忆系统的 无论是地球的水 地球的水 在这儿滚了 不知道几多亿年了 因为我不知道地球的历史是多少年 你都不记得了 那 还有地球的每一块石头 OK 假设地球有15亿年 那其实地球的那些石头 就是有15亿年的历史了 所以大家不要想着逛街 哎呀 看到那块石头 只有石头 踢开它就可以了 那然后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每一块石头 都是有很多的记忆 OK 好了 譬如说这一块 所有的水晶 或者这些这样的吊嘴 或者刚才那个吊嘴 你其实可以program它 那你可以program它 program到呢 它是可以去 譬如说这块粉红精 你是人圆 幸福快乐 人圆幸福快乐 这样 那它就会是为你带来人圆 幸福快乐 OK 那跟着呢 明天我就会教大家 如何program的水晶 OK 你发达了 因为一般来说 你起码不要几百元 一千几百元 你都学不到的了 那今天和你做一个短一点的 OK 所以你家里有的所有东西 无论是一盏灯 无论是一个 呃 呃 呃 一个枯笋 不要贪便宜 OK 要买 买到最好 在你经济能够afford 最好 但是不要买东西 就是说 你要令到一间屋 是一样东西 都是你喜欢的东西 和有你的能量 那大家都可能知道 最近呢 我是养了两只猫仔 所以现在他们两个呢 是经常 draw attention 这样 BB BB 过来 哈哈哈 say hello BB hello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很拎我的命 嗯 嗯 吃光你好不好 嗯 吃光你 OK 我要做事 你去玩先 嗯 这样 其实本来呢 我不是 就是有人提供那些猫仔 但我自己心里 其实我最喜欢的家猫 就是这种 金色毛的猫仔 那他现在在玩 然后呢 我就想 我朋友就说 有只猫给你 因为我在Facebook 说了很久 我想养猫 而是我想养两只 因为我经常走开嘛 那我 如果我走开了 不在家的话 那只猫一个 在家很闷 所以现在两兄弟 打到 其实在玩 很过瘾 那我就 嗯 我朋友给一些照片 我看之后 我就看了 啊 那只猫都很漂亮 但不是我想要的 那这样 那我就等了 我就一直在等 这两只呢 叫做主子猫 就是说橙色的猫 但有些人叫它 黄金猫 那样的 因为它是 比较接近黄金的颜色 那样的 那结果呢 果然被我等了等了等了 等了几个月之后呢 我的侄女 最不可能会 有猫提供给我的人 他竟然说 啊 我猫就是一个朋友 我同事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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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家里猫了一群猫 一只猫 有十六隻 一只猫 一只猫 因为那只猫公是一只 一个直耳 直耳的併断 然后 她有三个老婆 兩個老婆大肚子每一胎都八隻 所以牠有十六隻 我一見到就馬上霸了兩隻貓仔 我早幾天去接牠的時候 其實今天是在我家第二天 我發現原來牠不是一隻唐貓 原來牠爸爸是鷹短 所以兩個非常沙漫 不斷走來走去 我心想當時我朋友說 有幾隻貓給我領養的時候 我就覺得出於好心 我想可能會領養牠 但我知道我不是最想要的 但我想其實貓仔 我們會相處十三四年 甚至乎十七八年 我聽說最長命的貓 二十二年都有 所以如果要相處十幾二十年 我當然會選一隻自己喜歡 結果這兩隻貓仔出現 是很好玩的 而且很聰明 所以大家 無論是一隻貓 無論是一個吊嘴 無論是你家裏任何一件事 你記住牠是有你的能量的 如果牠是黑理真 如果牠是黑理真 然後你見到牠都很硬硬 這樣的話 你不會開心 但譬如我兩隻貓仔 我見到牠都很開心 你看牠兩個打到 這樣 然後你每一次見到那樣東西 或者是這個這麼小的 這個慶好蛇很小 那你都會覺得很開心的話 那你整個家裏就會充滿了很開心的能量 那好了 開心有什麼用? 答我 我鏡頭在哪裡? 這裡 開心有什麼用? Money Follows Joy 記不記得? Money Follows Joy 金錢是跟隨喜悅的 即是說 你只要開心 那些錢就會跟著你 OK 好 今天講話短短的 明天一定要聽 因為我會教你怎樣 program你的水晶 拜拜